我是來這邊學習 然後拿到證照 去外面開一間店 這是我的夢想 所以我來到這邊之後 有我的夢想 未來咖啡館自2016年成立 這裡承載著很多根深少年的夢想 根深少年關懷協會 陳彥均主任 為了讓少年少女們 在離開少關所後 能重回生活正軌 並且重施自信 特別以未來咖啡館 作為協會的外衣 讓根深少年們 能在這裡自在學習 也讓大眾以正常眼光 看待這群孩子 因為如果孩子走進我們咖啡廳 然後上面寫根深少年關懷協會 他們會覺得 自己好像被貼標籤 可是我們用一個咖啡廳 做一個偽裝 他們反而在這個空間裡面 會比較自在 在未來咖啡館 根深少年少女們 能夠學習中西式烘焙 以及調製飲品的技巧 除此之外 所有餐點與菜單設計 也都由少年少女們一手包辦 讓他們能夠透過多元探索 培養決策能力與自信心 而除了週一到週六的咖啡廳工作 協會週日也與餐飲學校合作 提供更深少年多元的證照課程 雖然說那個費用是蠻貴的 可是我們就會讓他們每個月的薪水 可能會扣三千塊到四千塊 因為我們希望他是把錢投資在自己的學習上面 而且他其實我們一到六都要上班 那可能禮拜天的話他就去上課 對 就是盡量讓他的生活其實是能夠被工作跟學習可以填滿 那以前過去的一些比較富向的一些友人 如果再約他可能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他就可以跟李子氣壯拒絕這些朋友的比較不好的邀約 然後有建立一些新的正向的人際網路 對於陳彥均主任來說 陪伴在更深少年身邊 比起告訴他們哪條路該走還更為重要 陪伴所產生的力量 讓這群更深少年少女們逐漸打開心房 願意跨出改變的步伐向前邁進 以前啊脾氣比較爆 就是可能因為人家一句話 就讓我一句然後得到我就可以把人家 人揉一揉然後把打進 整個臉都腫起來 然後進那個什麼 警察局手銬腳銬直接依送 然後不然就是跟著他們去外面看他們吸毒啊 經歷那件事情我家人都會罵我 就是說那你幹嘛這樣做 然後就是沒有說沒有安慰過 就是一直在責備 所以我就很難過 然後自從來到這邊 認識了一些朋友 然後也看過很多人 也聊過 然後就是試著去改變自己 讓自己變得更自信 然後我才鼓勵自己去跟我家人好 然後跟他們道歉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我們會讓他自己為他的人生做決定 不管他做什麼樣的選擇 其實社工老師都會在身邊陪著他一起走這條路 對那他當然要為他自己的行為負責 或許真的闖了禍進到了監院所 不過我覺得沒有關係 那每一次的可能失敗每一次的跌倒都是他可以學習的機會 我覺得總有一天他可能他會自己透過一些生命的一些可能給他的回饋 他會有機會去可以去發現自己真正要的是什麼 未來咖啡館離境六年歲月 在培育更生少年的日子裡 店內的設備也都隨時間耗損 出現斑駁的痕跡 他們是陪伴更生少年最好的見證 卻也與少年少女們一樣需要細心照顧 希望大眾能一起參與募資計劃 使更生少女們能在安全的環境當中慢慢成長 就讓我繼續教導 開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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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希望將台灣能做得很小 能爭執的壓力 不用擔心